B-Band的隊長GD近日經傳染毒消息 這也是繼他2011年烏錫大麻 獲得不起訴處分後 時隔12年捲入吸毒案 隨後他透過律師發聲強調自己沒有吸毒 然輿論卻沒有改善 隨著醜聞爆發 提到他的YouTube節目也做了緊急處理 歌手精在中的個人YouTube節目在朋友 竟邀請了Epic High做客 其中竟在中問起擔任DJ的Tukuzi 在演唱會時都做些什麼 對此隊長Tablo自豪地表示 Tukuzi曾在YG家族演唱會上 用5字吸引全場注目 當時同公司的GD、太陽、CL、Sight等人都在場 而提及這幾位藝人時 節目組將GD的臉打上馬賽克 此外節目播出當天 議員也在國會監察會上提議 希望未來能做出規範 禁止吸毒藝人上電視節目 因此GD若證實吸毒 未來很有可能會被電視台封殺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